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即市攻略的环节 和大家介绍一下中港股市现在最新的走势 见到内地股市今天跌幅介乎1%-2% 上证指数跌超过2% 现在最新是报2831点跌70点 五芯正成指跌幅1.6%-161点 最新是报9571点 互芯300指数跌幅超过2% 是报3038点 至于创业板指数跌幅1% 最新是报1983点 再看看股方面 五芯开直后跌幅性推大 现在下跌124点 跌幅0.6% 最新是报19887点 国企指数跌幅1.54% 跌133点 现在在报8372点 这 moeten嘉宾 也就是قت给我们看一下焦点版块 郭Sir 你好 今日内房股有明显收额的情况 主要是因为昨天有消息 内地方面报道 面对首负贷高杠杆 深圳、广州等地监管部门已开始行动 根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 深圳对于小贷公司 P2P等买房者 是发放首贷贷进行排查 等待情况摸清后 便会出台强制性措施 对互联网、金融平台、小贷公司 这一类业务进行规范 即是以后可能手贷的时间 没有那么宽松 对于内房来说 打击大不大呢 影响是有的 大家看看北京、上海、广州 以及深圳 过去一段时期 楼市是很刺烈的 而且楼价升得很明显 是几十个百分比 这里引申一个问题 大家记得去年 上证指数在4,099点 这是5月8日的低位 一直冲上去到6月10月高位 5,178点 摸了高台 但中间的升势 带来几个问题 第一就是成交金额有两万多亿 为什么会这么多 原来很多场外的配置 我想说的是 当时由于监管机构没有严格去执行的措施 令市场的气氛刺烈 是很投机性的 而且据问一百万可以当一千万去投资 引申后期就造就了一个股灾式的大跌 因为急升之后必定有急跌 现在看看楼市 如果在放款 扣字方面 如果采取一个比较 宽松的政策 就更加鼓励了置业气氛 中间不排除夹杂了一些投机炒卖 没有钱的那些可以借到钱 去置业 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不过问题就是 它的楼价现在不是低 是一个高位 只要有少少波动 可能他存储的钱 在高台的下跌当中 不新的积蓄已经全部没有了 简单说就是香港 我们98年看到的负资产 股市下跌已经带来一个 相当明显的负财富效应 如果楼市出现这样的情况 更加严重 问题更加大 所以我觉得监管机构 在现在这分钟 先行做一个有限度的监管 防止刺烈的气氛进一步蔓延 这是一件好事 楼市和股票最大的分别 股票可能投资 可能投机 但楼市的发展 其实是民生所需的 基本上是租 衣食住行 住的需求很大 而且也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 如果楼价能平稳发展 是有利于资产格格 在稳定性当中 灌步地向上升 这是属于投资 不涉及投机 当然财富效应最差 亦有利于消费 现在问题在哪里 就是一线的城市 包括上海、北京、 廣州、深圳 楼市是很刺烈的 二线都横可 其实情况也不是那么差 但到三线已经放慢 到四线到五线 更加要面对库存过多的问题 简单一点 整个楼市的生态环境 是完全不平衡的 一个是好得不得了 一个是很低价 但问都没有人问 能够两者拉近的话 都不知好 但这个我想要一段 比较长的时期 现在首要的 不是要尽量去库存 因为四五线城市 那些省市政府 没有太多的税收 没有工业 甚至没有旅游 没有太多的资源去发展 城市的规划 规划未到 房产商建了太多的楼 其实一定不会有人住 这是需要时间 可能要两年三年慢慢改善 四年五年才可以逐步逐步去解决 但一线的城市 人均收入多 而且人口密集也高 住的需求当然很大 加上过去一段时期 在政策的配合之下 例如取消热套房的行购 令到气氛更加测热 内地说股票输了 当然大有人在 但也有很多人不参与股票 他们没有输过钱 很可能在现在 对股票的投资 他们会很保守 相反来说 庞大的资金放在银行 利息一路缴漏 回报又少 做生意又难做 你怎样 唯有炒楼 这气氛一燃点 便一法不可收拾 为了避免日后楼价下跌 带来另一个问题 现在作一个规范 其实是一件好事 我又不觉得会影响到楼市的销售 我更加不会觉得会影响到楼市的发展 反而有政策的规范 令楼价能够在稳定当中 换步上升 从而带出一个比较正面的效益 对经济 对来需 对每一个人都好 一个投资市场 如果要稳定发指 规条一定会有 如果放松 很容易有投资变成投机 投机的后一个阶段 一定要付出代价 当然 我不觉得对内房有太大影响 因为有不少内房股 除了688和109 这两只央企之外 绝大部分内房股 包括在一二线城市 甚至在三四线城市的内房股 都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折扬 相对资产值 假设一元的资产来说 股价可能只有三毛三毛半 在二三线城市 可能有四五毛 到一线城市 折扬就少些 但都是有折扬 政策如果能够温性地慢慢监固 只是对一批人有影响 就是收入上的资金不是太多 是需要通过其他融资渠道去置业 但由于它本身承受风险的能力 是比较脆弱 你如果硬让它去置业 其实中间会衍生出很多问题 这次如果能够在事件未发生之前 尽早去杜绝 尽早去拿一些规条去规限 那个泡沫的形成的话 对楼市的发展更加好 不过当然之 对内房股来说 没有太大的冲击 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刺激 本身的市场现在的气氛 就比较薄弱 明白 似乎短期的规范 只是为了楼市更加健康的发展 郭先生也问一下 还有其他的消息 关于内房的 因为国务院总的李克强 上星期提交了工作报告 自从5月1日开始 会形改增市点 扩大到内房企业 企业 企业新增的不动产 所含的土地增值税 是纳入扣底范围 并且确保所有行业税负 指减不增 市场的分析 就认为长远来说 对于内房企业股 是一个正面的影响 因为这样都可以加速行业的整合 还有如果假设成本 可以获得扣减的话 相信可以增加它的毛利率 那时候又怎样看形改增 对的 是正面的 如果税负能够减少的话 对发展商来说 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下位 最低限度的税收支付 是减少了 这个正正就是要推动去库存 去库存的本身问题就是 过去有不少的发展商 在四五線城市内房的发展 是速度太快 量太大 但和人均的需求是脱节的 简单说是功过于求 功过于求的情况下 已经是一个问题 未来一段比较长的时期 或者中长的时期 新的发展商未必会加大发展规模 因为建了一些房子都卖不去 你再建也是没用的 所以 为了刺激发展商的投资意欲 其实来说 这次的措施 我想对整体 楼市的发展来说 都是健康 不过到最后 首要的都是通过时间 慢慢慢慢减少一个库存的问题 你去得到库存的 你才有新的发展 一日库存问题未解决的话 老老实实 就算你拿着资金 你都不会互乱去投资去发展 明白 都是郭Sir的分析 节目时间都差不多 可以做新步 刚才说过的相关股份 请问有没有持有的 没有的 好的 有待会再有其他直播环节 待会再见